老化到底是什么?屏幕前的各位彦祖 回答起来可说是毫无压力 不就是染色体端粒变短 氧化、胶原蛋白和骨质流失吗? 有个熟悉的广告 九成年轻人蔬果摄取不足 听到这个,你首先想到什么? 不吃蔬菜会老化吗? 不,那广告真的关你的事吗? 你真的属于他所说的年轻人吗? 关于老化 不论你的生物学和工位知识如何 回答起来都没有压力 可如果我换一个问法 保证你压力山大 同学,你能够有感的说出我是年轻人吗? 如果你感到犹豫,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把问题放在心血管 大致有个明确的时间分解 规据美国心脏协会 男性在45岁以上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 哦,所以一个人老了没 主要是看器官 那45岁以上算中年 45岁以前算年轻咯 我就可以喝波蜜咯 别靠心的太早 女性产妇杨摩川斯年龄建议为35岁以上 之所以有35岁这个分界 是因为根据统计 35岁时生出唐氏儿风险急剧提升 所以也有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说法 也有补助34岁以上签检 羊摩川斯风险为千分之三左右 新生的唐氏症风险在35岁前后 差不多也在千分之三左右 35岁以上羊摩川斯风险 就小于胎儿唐氏症的风险 做了可以提早检测 所以35岁以前算年轻 可以喝波蜜咯 别高兴的太早 有个段子 主管管说 我们想要一个年龄在20出头 有30年工作经验的员工 你看出问题在哪了吗 在这里问你 三个你绝对答不出来 或者无法正面回答 想都没想过的问题 你认为几岁算年轻 你算年轻人吗 要直觉反应哦 只要屏幕前的观众不是二八年花 估计都得愣一下 你认为自己活到几岁算是圆满幸福的呢 你认为寿命超长的社会 就是幸福的吗 这三个问题等等一一分析 今天要讲的就是 你以为的问题之外的另一个问题 最近以前发过的某部片 不断被推上来 主要讲的13个加速老化的习惯 主要就是饮食 睡眠紫外线晒太阳 电子产品蓝光 高岩 吞云土雾饮君子 连退休生活 少运动都上班 早期作品纯属知识分享 整体文案和调性都和目前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以上提到的加速老化习惯 他们都有一个重点没说 就是几岁开始老 年轻人骨折了手上打石膏两个月 石膏拆掉后都骨质检测 骨质变得像老人一样 两个月没运动 骨质流失了 但是因为年轻 石膏拆了之后运动一下 骨质就又恢复到年轻人的水平了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定义 一个是骨质 像是T-scol介于-1到-2.5为低骨量 小于-2.5为骨质述松 所以说不运动会加速老化 至少会让你的骨头比同龄人显得老 但是还需要另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老 这是两性骨质随年龄流失的情况 在过了巅峰期之后会逐年下降 所以骨质流失确实有一个和年龄相关的不可逆的进程 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总说要存骨本 但这张图仍没有告诉你骨质流失到多少算老 第一个问题 你认为几岁算年轻 你算年轻人吗 观众应该很少不满18 也很少满60 正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薛定谔的年纪 那么就放在心里就好永远处于未观测状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把10到19岁定义为青少年 15到24岁定义为青年 45到60岁定义为中年 60岁以上为老年 当两个定义都有之后 如果你是一个15到24岁的青年 骨质却如同60岁以上 那么就可以说一个年轻人的骨头像老人一样 不过想当然年轻人除非有先天疾病 不然不可能真的变老 虽然打石膏不运动会让骨质流失 但这只是不运动造成的 你的层骨细胞 屎骨细胞 活性都还在 身体各处细胞内分泌都还是年轻的水平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那东风就是运动动一下就回来了 真正的年轻藏都藏不住 老人骨密度低则是万事歇意 怎么动都回不来了 老化也是藏不住的 既然老化和身体机能相关 身体不退化永远不老化 如果你就是喜欢熬夜刷手机 身体各项指标却还一直落在年轻的定义里 刷屏一直爽 一直刷屏一直爽 是不是就不算变老了 男性45岁以上吸血管风险增加 但有人就是薄刀未老 劳当欲壮 劳不休 身体健健康可可年轻人似的 有人过度晒太阳 皮肤产生细纹 年纪轻轻就看起来糙老 那么这个人到底算年轻还是算老 纯粹从健康 生物学来讲 混乱写起来没压力 你们观赏起来也没压力 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 就会知道这个议题细思极恐 随便都能给你一段灵魂拷问 退休生活社交少会加速老化 都退休了还怕老化呢 不就是老了才退休吗 那么你就陷入刻板印象 谁说退休的一定是老人 谁说人老了才能退休 今天世界多元 30岁退休大有人在 更有甚者寒窗10年不如咱爸咱妈有钱 咱爸咱妈有钱不如咱爷咱奶有权 有人出道即登顶 有人出生即退休 你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 他都已经享受完了 这样的人不是出生就要开始注意 退休生活加速老化吗 30岁退休让你觉得早 应该注意别让退休生活加速变老 问题是30岁能算年轻人吗 有个笑话是说 有个人30岁怕别人嫌自己老怎么办 他朋友就跟他说 如果你离世了 别人就会觉得他30岁就走了好年轻 目前看起来一切都逃不过小爱同学的相对论 世卫组织的定义看起来绝对 但那完全就是人微的一厢情愿 就像公司的加班费明文规定看得到吃不到 特休给你了也不敢请请了没全情 世卫说你年轻但社会就是觉得你老 老不老是相对的 30岁跟65岁退休比算年轻 跟大学刚毕业比算老 心脏的冠状动脉疾病发生率 高风险族群为45岁向男性 不说女性是因为雌激素是保护因子 那是不是表示45岁以上才算老? 同样说中文 海的两边一边是人均30几中年 一边是30好几块40 却还出来叫人选择年轻 由此出现了一个可能是中年人的人 却认为自己年轻大打年轻牌 不过可以参考网上一个反串 以后退休前想选的 都可以继续说自己年轻啦 在人均30几中年的那边 曾经有其他博主举过一个例子 一个人过了30岁想要住青年旅馆 业者总希望给那样的人住单间 而不希望他们和大学生们住多人房 甚至还不太希望接待年龄在大学生以上的人 这给人一种社会恶意满满 对不起啊中年人连呼吸都是错的 理由就是一个30岁的中年人 和一群20岁的大学生 历练不同 人生经验不同 聊的话题根本对不上 年轻人看不惯中年人的心机 中年人看不惯年轻人玩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人到中年如果还只能跟大学生挤同一间 而不能自己住单间 这说明他可能混的并不好 经济能力有问题 刚才的年龄相对论 30岁退休 那比的就是人生财富 和你做同一桌的都是65岁退休的 30比65那算年轻 30岁经济能力和大学生一样 吃饭都只能做小孩的桌 和你同桌都20岁 30岁就算老了 这样说起来开头的那个段子 就一点都不矛盾了 30岁都能有65岁的退休财富 公司想要一个25岁 却有30年工作经验的员工 不过分吧 又不是要摘天上的心情 程序员的法量和实力成副相关 20岁想要证明有30年的功力 只能多动动脑袋了 但是这么一来 就又又又把社会的恶意显弱无疑了 世卫的中年是45岁 男性心血管风险是45到50岁 杨摩川自建议年龄是35岁 人家要的是25岁的员工 比30岁又更进一步了 程序员35岁就走到头了 38岁的硕士连做道士都被显老 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自己活到几岁算是圆满幸福的? 秦始皇生活在古代能玩的东西不多 天下的东西又几乎都给他玩过 姑且都追求长生不老 现代人生活多彩多姿 好玩的东西很多 值得学的东西几辈子都学不完 所谓年龄不绝 量子力学 不想驾鹤 赛博朋克 科技发达 寿命延长 人体冷冻 机械飞升 数位飞升 未来有一万种方法能够让你长生不老 知识学不完 你还有第二春 第三春 关于知识学不完可以开个坑以后讲 以前听过某个很年轻的人说 他没想过自己40岁以后的情形 简单来说就是 他把自己想完的东西都玩了个遍 再看了看身边的长者 那绝不是他想要变成的样子 有些人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不礼貌 但相信大部分念过硕博的人 你的指导教授 附近开诊所的老医生 公司里的经理董事长 绝对不会是你的偶像 作为一个人 你只是敬佩他们的赚钱能力 绝不会想变成那种形状 我没说错吧 那么就到第三个问题 你认为寿命超常的社会就是幸福的吗? 根据当前的数据 2023年人口预期寿命前五分别为 新加坡、香港、澳门、日本、瑞士 不分性别约都在83到86岁多 大家熟知的北欧福利国家 挪威、瑞典、冰岛分为第10到12名 也都在83岁以上 超小的港比亚有62岁多 排名201的查德有52岁多 从这个排名来看 人口预期寿命长的国家 通常处于社会发展程度高 也就是俗称比较幸福的国家 这里有人会质疑 社会产业发达不一定是幸福的 像是瑞典、砖洋、懒汉、挪威大把个月份 梅太阳、抑郁人口多 不单却曾号称是全国最快乐的国家 这里不争论这个问题 社会发达就是幸福的 教育完善、产业多、选择多、就业岗位多、工位条件加 不必忍受疾病 没必要去质疑以上的东西是否幸福 不过此时再问你刚才的问题 你认为寿命超长的社会就是幸福吗? 可能就没这么单纯了 幸福是客观技术带来的 人口预期寿命长只是幸福社会的产物 预期寿命本身甚至不会带来幸福 再说一次开头的例子 公司想要20-25岁 但是有30年工作经验的员工 重点已经不是在数字上的冲突与矛盾了 而是在于即便你有30年经验 只要年满30 那对方可能就不要你咯 一个寿命超长人均百岁的国家 如果就业市场如此 表示你人生中有70%以上的时间 都是处于那种状态 即便科技水平提升人均千年老妖 那么你的1000岁人生当中 只有20-25岁才找得到工作 剩下975年都是处于一种 老气横秋人人喊打求职困难的情形 即便那时世卫重新定义年龄阶段 现在四五十岁称中年没争议 以后可能要四五百岁才中年 但就业市场社会观感就是如此 想想现在二次元主角都找哪些人吧 找大学生的都算奇葩 一个人均千年老妖的社会 一个二百多岁的年轻人求职困难 但他吵着四五百岁才中年 拿世卫的定义怼社会 就会知道什么是反假 人均千年老妖的长寿社会 更可能出现四五百岁的中年人 跟四五十岁抢范围的局面 或是四五百岁的中年人 偷积69岁年轻人的情况 认真来说 现在人均重训 股密度提升股本多 以后老了跌倒骨折的机会 肯定比现在低上不少 也不用整天盯着购物台买智商税 不也以老人互相照顾为主流 而不用健保卧床十一年 不过脑洞都开到这了 以上说的都还有其他考量 例如能成为千年老妖的 是不是只有妇人 普通人还是乖乖长命百岁就好 以后是否有脑机接口 不怕知识学不完 现在来世世代代为牛马 以后是否社会才能提升 不用做千年牛马